功夫四小子如今都长大成人了,个个都有好车带步,流渣最低调蟹鸟,1984年5月2月出生于北京,中国大陆演员,1993年,被王金导演选中玉利连结,求书珍共同主演的电影《金少林五祖》,并饰演了《红鞋》。 一关在儿子洪文定,1995年,与李连结主演的电影《世子威龙》,饰演李连结的儿子,在拍完《世子威龙》之后,写苗回到了北京继续读书,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。 2010年,求学生造后拍摄了《少林四传奇》、《建源风云》等电视剧,2012年主演电影《八卦宗师》,饰演八卦长创始人东海川。 他的坐驾是一辆顶配奥迪A6L,售价60万左右,一家人经常乘死车,外出游玩。 曹俊,1988年2月9日出生于上海。 中国演员,1996年,八岁的曹俊主演了新加坡电视剧《真命小和尚》,并获得1997年亚洲电视大奖最佳新人奖。 2001年,曹俊主演了电视剧《九岁现太野》,2004年,主演了CCTV投拍的古装神话剧《宝莲灯》。 2006年6月,参加全国高考,并考入上海市复旦大学上海市学艺术学院表演系。 2011年获得中国电视剧《飞天奖》,2013年获得香港国际演员大奖。 2016年12月9日上午,曹俊和蓝莹莹先后在微博公开恋情,并护衬对方位置到小姐和首诗先生,她的座驾是一辆,别克别克GL8商务车,为人十分低调,此车售价大概在40万左右。 是小龙,本名陈小龙,1988年1月6日,农历丁芒年11月17,出生于河南郑州。 中国男演员,1990年,两岁时扮少林寺第三时代揭法,传人是永幸为师,赐法名。 是小龙,在1992年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表演中,获得少林通闭权,罗汉获两项优秀奖。 2000年参加全国少林全法大赛开幕式,1993年8月,与台湾歌星林志颖合拍,乐第一部影片圈崩小子。 1994年4月与香港影星吴梦达,这少秋合拍的电影《鲜乌龙院》,在台湾创下了两亿的票房成绩。 2009年,是小龙在前往美国学习四年之后,重回演艺圈,借助一问二重返大荧幕。 2010年,主演电视剧《七种武器之孔雀铃》。 2012年,主演电视剧《刺骨英雄出少年》。 2013年,是小龙与汉宇杰主演了方文山指导的唯美爱情电影《听见下雨的声演》。 2013年,主演电视剧《无敌铁桥3》。 剧中是一夜《铁桥3》。 2015年7月揭拍都市武术暖心情感电视剧《爱的宿地》。 10月是小龙揭拍《金天月雷》,在剧中出院搞笑担当。 2016年,参演电视剧《舞动全昏》。 它的座驾是一辆路虎缆身家常版。 侧面看去,它的车身线条非常简洁流畅,而车身长度在重车中也是佼佼准了。 长度为5200毫米,轴距为3122毫米,售价高达180万元左右,在四人当中处它最高调招扬。 真是满大十八变啊。 好少文1990年1月4日出生于台湾台北,1994年与施小龙合作主演了朱炎平导演之心《乌龙人》,扮演了一个光头,戴墨镜的小和尚。 1996年,与钟镇涛、张宁,是小龙共同主演的电影《十兄弟》。 1998年,与林志盈,是小龙主演了电影《老家大家美猴王》,并饰演了朱八戒。 2003年因学业停职剃光头与演绎工作,不得不说当时好少玩部演戏,真是可惜了,不过人个有志吧。